资料的事先處理,Excel的事先處理,我們看一下喔 按右鍵,來,我把這個大張東西開起來齁,如果你資料給Power BI的時候,其實我想告訴你,不可以留標題 標題應該先處理掉 那如果有標題怎麼辦,在Power BI也可以把第一列刪掉啦 不過那比較麻煩,那應該把它拿按右鍵刪掉,也不可以有空白喔 那我想告訴你一下,在Excel你可以算一格,在Power BI算的是一欄,它沒有再跟你算一格的,它是整欄在算 Power BI算的是一欄,沒有再跟你算一格,這是基本概念 還有呢,我們在Excel呢,直的稱為欄,橫的稱為列 那在Power BI呢,直的稱為行,橫的稱為列,列是一樣 我覺得Excel應該統一齁,到Power BI這邊叫做行寬 行,那這邊列,那基本概念懂一下 那等一下呢,我們希望把玩具銷售記錄呢,放進來 這裡有兩個工作表,我可能要先把它刪掉 這樣比較不會搞混啦,再刪除這個 那在資料標籤,我要必須補一個,然後叫小記 小記就等於售價乘以數量先給他 就等於 這個 乘以 這個 做完一個就做完全部 好來,移到邊界來快點兩下,就看到全部 那說過 數字資料應該要讓它靠右邊,這樣對齊再看數字比較精準 這兩個我們也讓它靠右邊好了 這樣會比較好 那欄位呢 從左邊到右邊呢 我們都放中間 那至於要不要給顏色 倒不是重點 給顏色看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進到Power BI沒有影響 來,我們也全部給隔線 我按Ctrl、Shift,往右往下方的鍵 來 我另存到桌面上去好了 其實正在工作的時候桌面不是個好地方 如果今天在做一個很重的事情 我應該就在哪裡 我的低磁雷機建立一個專案資料夾 我用一個好習慣好了 好 Sorry Sorry 玩具統計分析好了 我把它放這裡來 然後就把這個Excel檔案擺在這裡 好 這時候呢 關閉再看一下 這邊呢 有多少欄位的瞄一下 等一下Power BI就跟這個欄位進來 再講面 不可以有標題 不可以有空白 所以檢查一下吧 這件事情在Power BI可不可以做 也可以 但是在這Excel做比較簡單 來 我們整理完了